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掌声有请 升级起来不管不顾的 逮着啥就摔啥 就做事特别周全 就能把你想到的事 想到的想不到的都能给你办了 然后我俩就想 反正两个人都单身可以先试一试嘛 就是先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这试了多久了 试了到现在也快两年了 试的就是对方脾气都比较大 他脾气不大 他特别暖 就是特别暖 那你干嘛那么大呢 我可能直来直去我直惯了 就是反正有点事他别碰到我底线 碰到我底线就不行 看来你底线还挺高 我底线还可以 说说他怎么脾气大吧 受不了了 开始我们俩在一起 开始感觉还挺好的 到去年六月份 就是出了大概四个月的时候 他非要跟我关联QQ 我感觉这都属于个人隐私吧 不是你不给我你怕什么呀 没事的话你给我呀 那我后来不也给你了吗 可是给了你之后你就怎么样啊 你居然在我QQ好友 我觉得这个错不全在我吧 我删你QQ好友肯定有原因啊 你六七十个QQ好友 我就删这一个 你就抓着这一个不放了是吗 那是我同事 结果第二天我上班的时候 人家告诉我 我把他是给删了之后 你知道当时我多挂不住面吗 你同事连个备注都没有 那你为什么删人家的好友吗 不是太过了 同事之间聊什么 聊工作吧 生活可以啊 你简单点啊 你不能什么都问嘛 吃饭了吗 睡了吗 我头疼 不是他我头疼的时候 你咋没关心关心我呀 我头不疼啊 我看完我都头疼死了 他那么说我不也是就是表示尊重吗 我要吃饭了 他能跟我聊一些工作的事情 那你还要送药去啊 你咋没说给我送呀 你知道你上班他之后 我们以后在公司 再在见面的时候 我都尴尬嘛 本来都没有什么事情 经过你这么一整 好像真有什么事似的 不是你们公司挺忙呀 有多少工作 你俩在公司了不了 哎我看到的聊天技术就是 天天吃了吗睡了吗 这难受那难受 就你俩就没有好时候了是吗 我带他去看看呗 干啥呀 不是所以你的结论是 我觉得他俩是什么 他俩是什么 那你们当时才交往四个月 就这种男人你就别要了呗 对啊 我就不想让放弃他 那所以你删除这个是没有用的 我就觉得大家现在好奇怪嘛 这年头谈恋爱谈的 就是你发现有问题 你还不走 还是说我 是有高底线的人 这叫高底线吗 不是我希望他能意识到那个女的 他不知道那女的喜欢他 他傻呀 别人喜不喜欢他不知道啊 说了你自己信吗 他平时也不大怎么说话什么的 所以说一般有个女的 问他怎么样 他就是有一搭没搭的就那么聊 毕竟你说我俩是这么认识的 我保不准他以后再跟别的女的 这么好上了呀 核心关键在这儿啊 接着说 他就是这么 总是这么无理取闹 我无理取闹都是有原因的 真的你要不这么说的话 我都不生气 一提我气更大了 大概是去年十月一宝 我俩本来异地 异地恋大家都说特别累 他说他想去看看我说行啊 你来吧 跟我接他的手 绑个手机开始聊 聊聊吧可以啊 第二天吃饭中午的时候 我跟他说事呢 然后还绷着手机 刺着牙点的美 美啥呀 你看看我呗 当时那么多人 你就直接把我手机给扣到那儿了 你知道我多美面了吗 你总是这样生气起来 不误后果真的 不是你刺牙点的效果不生气啊 你要咱俩吃饭 你在那坐着在那吃呢 然后我问你话呢 你再拿不洗礼 然后我在那绷着手机 我在那刺牙没没半天 你啥感受啊 那你也不能一个人就走了啊 把我自己扔到那了 我为啥要一个人走啊 你能聊那些什么话呀啊 你吃饭吗 你在哪儿呢 在哪儿你是说了 在山东呢 问你干嘛呢 跟朋友吃饭呢 跟哪个朋友啊 你直接告诉他 跟女朋友吃饭不行啊 我有必要解释那么明白吗 我干啥都告诉他啊 咱俩在一起了 你不是一个人了 你不用跟别人就是说 一点都不透露出 你没有就是说有女朋友这个事啊 你有女朋友 你可以跟别人透露啊 那你也不能把我自己扔到呢 我从辽宁到山东来找你 就是因为异地恋 我就怕你没有安全感 我直 后来怎么好了吧 我也感觉我 谁低的头 我低的头 你试过低头的 但是他也提了条件 说如果我再发生 跟别的女人暧昧事件 他就把我手机给扔了 我以为是分手 原来就扔手机啊 多背几个手机就好了 没关系 我以为这是气话 真没想到他真给我扔了 那就说你后来真是暧昧了 就是我跟别的女的 只要一聊天 他就说是暧昧 对 就是今年三月的时候 真的太过了 他说 反正一地恋 就是总这样总这样 我说你过来吧 我平时也特别想你 然后他过来了 他在我学校旁边租了个房子 人生地不熟 我介绍他就是说 我那些个同乡啊 或者说那些聚会啊 比如说他家那边 他有老乡什么的聚会 我也拉着他去 本来我都不爱去这些 我就是怕他无聊 结果他就借着这个游子 骗我 我九点给你打电话 问你干嘛去 你说你跟学长去吃饭去 十点给你打电话 没人接 我是不是给学长打电话了 学长说 你俩家真是妹子在一起 你跟谁在一起呢 我想问问你 后来不跟你解释了吗 你那是解释吗 我那打电话 已经打的什么样子了 你才接啊 你才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 你是不是说完之后 我直接打车就去找你了 那你干嘛呢 给小姑娘搬家呢 行啊 都可以啊你 那你也不能当着我俩面 直接把我手机给扔了 还扔手机 我就扔不动你 我扔不动你 顺你也撇窗下去 旁边邻居都得看着呢 我不觉得磕着呢 我脸往哪放啊 小姑娘是什么 什么小姑娘 就是她说是在我们同乡聚会认识的 那种小学妹什么的 啥时候加上的我都不知道 反正我是比较好奇了 还觉得我脾气大 当天是咋回事呢 是学妹最 别解释了 说怎么收的场吧 然后我就摔门 我就直接就走了 我直接回宿舍了 我气都已经完了 后来怎么又好了呢 她还跟我扶软了呗 扶什么软 然后她就是给我买饭 然后我是买了菜的 她租那房那 然后做了饭去找我了 然后第二天找我的 其实她当天晚上 完全就可以找我呀 我气不可能那么长呀 当天其实我气已经消了 她第二天才来找我 你的气消得倒也挺快 我觉得我是太喜欢她了吧 不是你喜欢她什么呀 我没看出来 她对我好呀 她对我好的时候真的是特别好 嗯 可能是我爸脾气也大 她就是一个翻版没脾气的我爸 哦 诶 这就完美了你知道吧 你这就完美了 你想又像爸爸 然后又没脾气 这太完美了 双方见过父母吗 她带我去见过她父母 真的她带我见她父母 我真的挺感动 也算是对我一种认可嘛 小公司最怕就是出去一下 出时间长了 谁都不见 你说这个我更来气了 她居然当着我爸妈的面 跟我吵架 大声的吼我 不是我不用跟我吼你啊 那你也不能 当你爸你妈的面我能吼你 我也不是那种婚礼不讲的人 你干啥了呀 我当时给 那么给你使眼色 怎么跟你讲 都干嘛了 她就是带我去见她各个朋友 然后晚上我们一块吃饭去了 他们就总开她和一个女生的玩笑 回家之后她朋友给她发微信 问她对她还有感觉吗 啥感觉 谁呀 那是我前女友 前女友你咋不告诉我呀 我也没想到同学聚会她能去呀 是同学聚会没想到她能去是吧 都能去 必须还是她不能去 她不是你同学呀 你要回家之前 你朋友说之前 你告诉我一声 能发生这事吗 这都不是重点啊 重点是你朋友问完 你都回个话呀 有感觉没感觉呀 我就是怕你生气 我才没回她 然后你就看到了什么 对 我就看到了 就吵起来了 对 我就问她怎么回事 结果然后我俩吵起来 她妈进来了 问我们怎么了 我希望就是说 我怕以后她妈 对我有这种不好的印象 我希望她能给她妈解释一下 我俩是因为啥吵的 结果她跟我试验课 就是说意思你别说了 这种事没必要 让家长知道什么 怎么没必要了呀 你这不应该跟你妈解释 就是调解一下 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你还在那就是一脸委屈 你委屈什么呀 那你也不能当着我爸妈的面 就那么吼我 结果闹得我爸妈 都不怎么同意咱俩在一起了 最可气的是 第二天一大早 她就走了 那我不走我还咋呆啊 你跟你妈都不解释 我再在那住下去 我有印呢 本来我还想 咱们第二天一起吃个饭 好好解释解释 没想到你真的 不管不顾虑就走了 那就散了吧我看 真的 确实也没什么好谈的了 就 为什么不散呢 我就很奇怪 后来你们俩怎么又在一起 然后又到了我们这呢 我知道我错了 他爸他妈是长辈 我不应该当着长辈面 跟他发火 我也可以 之后再怎么对那火 然后你就跟他道歉了是吧 对我跟他道歉了是吧 道歉之后呢 道歉之后就是我俩 也是好了一段时间 因为我俩异地 就是基本上就是属于一个月 也就见个两次 两三次那样 他在辽宁也在山东 对 然后今年我也毕业了嘛 毕业之后 然后他就说 之前的话 现在我们也可以去市里 找份工作呀 怎么样 他又过来了 然后在我们的市里 然后找了份工作 但我都不知道他忙什么 我就 等于他不在老家干了 他去山东了 他就从辽宁直接来山东了 他投奔你了 对 我也感觉他除了脾气不好一点 其他的就是对我还是蛮不错的 我没听出来他对你怎么好啊 他是一个特别自律的人 自律 对 什么意思 就是他倒是没有什么 特别的异性朋友 爱你什么关系的 对对对 我感觉一个小姑娘上学 然后做一些微商 自己赚点钱 又挺自立的 然后他还就是我工作上 或者生活上有一些烦心事 我都给他打电话 他都就是开导我 毕竟他就是属于那种活泼的 但是他发起脾气来 就真是不管不顾的 所以你就奔他去了是吧 对 去了以后就应该好了 还吵吗 本来一开始是没什么事 但他全能见属不见尾 我想知道你在哪 基本上知道不了呀 太难了 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基本上就 您不打电话正在通话中 你干啥呢呀 那时候我好不容易找出来 一份助理的工作 然后就是每天挖掘一些新客户 然后帮经理就是订一些机票了 然后做一些这种工作 然后他就是每天 他除了上学 然后也没有什么时间出来陪我 然后我就把重点 还是更看一下工作吧 你是把那些重点都放到工作上了 我想知道咱俩在一起的时候 你天天绷个手机 你说你开发客户什么的 用下那么多就有软件吗 不用吧 我怎么没下呀 我后来不也让你谢了吗 我谢了你完了呀 我谢的目的在那呢 没达到作用 等于这姑娘一直就觉得这小伙子 应该有好多人喜欢对吧 对 既然有我一直喜欢他这样的 肯定也有很多人喜欢他这样的 你是这个理论 明白了 他总是这样无理取闹 是这样吗 是他无理取闹 还是你经常朝三暮四 我感觉我没有 今天来干嘛 我们再明确一下 我想让他改一改 就是说 当然我脾气肯定得熟 我知道我脾气太大了 我就希望他就是说 说我脾气大的时候 就是想一想 他为什么发货了呀 好 怎么平白不发货了呢 你听这些事儿 听起来其实事儿都不是特别大的事儿 我要把它简单的总结 我基本觉得这女生今天是来闹关怀的 你会发现他所有发脾气的时候 都是这个男生不关心他 而不关心的表现就是男生盯着手机 在刷屏 对吧 对总盯着手机看 对吧 他根本就不愿意看你对吧 对 嫌你长得也不好看是吧 没有 好看吗 好看 爱看他吗 爱看 爱看你看手机不看他 我也是为了工作呀 呸为了工作 这就是女生的心里话 就是难道我真的一点魅力都没有了吗 你的工作真是一天24个小时吗 对吧 对 听明白了 你来干嘛的 我就是感觉他脾气太爆了 让我们给改脾气 那你们就给改呗 我看你们谁有本事把这姑娘脾气给改了 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你是准备给他改脾气吗 我改不了 这是个脾气问题吗 我改不了 就是 然后我能回答刚才你那个问题 哪个问题 你说他们俩来干嘛来了 对对对对 无聊 因为他们两个谈恋爱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无聊 所以上了QQ 然后发现了彼此可以聊了 所以两个人开始聊起来了 所以他们谈恋爱的目的仅仅是因为无聊 并不是因为真的有多喜欢那个人 刚才你说 你说姑娘你来是为了讨关怀 但是我觉得其实你从头到尾一直在抓小偷 你所有的内心当中想法都是 他其实有外星对你并不专一 既然你都这么想了 为什么还一定要在一起 那我只能想 原来你要的是 既然是我选择的 我就一定要改造 因为你那么的自立和那么的自律 你就相信自己能把这个人改造过来 所以所有的这一年多的恋爱 你其实想改造这个人 你都把他招到你身边了 但是其实你发现你根本改造不了他 所以不如放手 因为他所有的举动并不是符合你要求的 就说男生两个举动 第一个你跟女朋友吃饭 你说有别人在跟你微信问你 你跟谁在一起 你说跟朋友在一起 照我的逻辑是如果我告诉给另外的人 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 可能更不用解释了 因为别人不会问 但如果你说我跟朋友在一起 对方就会问什么朋友 男的还是女的 那这个朋友关系有多好 这才会引起误会 所以你有鬼 然后第二个刚才回答那个问题 女生问你 到底有没有感觉 你们因为有没有感觉 几个字吵架 你的回复是说 我怕他生气 你怕他生什么气 如果你说我对我前女友没感觉 你怕他生什么气 我死活想不明白 所以我在想 你原本内心想法是 其实我对我前女友可能有感觉 但是我不能说出来 看见没有女人的想象多可怕 因为我只能这么去想 因为人本能的东西 他们本能的脱口而说 你们两个最开始相爱的时候 你要去追女生 你肯定脱口而说 我喜欢你 你不会有任何的想法 你不会想 我要说我喜欢你好呢 还说我爱你好呢 还是说我特别欣赏你 你不会想那么多 你想怎么你就说什么 因为你不害怕 因为你内心当中就是对他很爱的 但是你没有 所以你根本就不爱他 你们从头到尾就是太无聊了 玩了一场无聊的游戏而已 而这场游戏的名字叫警察抓小偷 而不叫爱情保卫战 所以你们没有爱情 何来谈爱 好 谢谢 谢谢周老师 来 曲总 我问个问题 就每次吵架之后 谁服软的次数多 我不要多 女生吧 我其实能大概理解你 就是有一种状态 你会很生气的 我明明看到了 特别可疑的一件事 然后呢 我追问过去之后 对方呢 很巧妙的逃避 她不正面回答 我刚才听到 连续有听到几个细节的问题 她的回答的这个语言体系 特别巧妙 就是女孩问你 你为什么那个装那么多 交交友的软件啊 她不是回答说为什么 她说你不也谢了吗 她的回答体系全是这样 所以不得不啊 让我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 有那么多值得怀疑的事 为什么不能敞开了说 就比如前女友 我就不相信 如果你们之间 没有什么暧昧的举动 或者是一些相处的方式 为什么会有人问 你对她有没有感觉 为什么你又不直接的回答 不我没有感觉 所有这些问题 前提都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而你恰恰就隐瞒了这个原因 你的女朋友呢 是性格有点直 或者说啊 太过于简单 看到的就是你的表面脾气好 可是你是软中带硬啊 就像一拳打过去打在棉花上 是没有任何反馈的 而且打的人觉得那么 是自己错了吗 又什么都没打到 其实你已经逃避掉了 所以还是正面回答问题 你对她专一吗 我感觉挺专一 你感觉挺专一的 都没有底气 你在回答我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犹豫了 回答的既没有底气 也不果断 你一定是有问题的 那心一定不是全在这个女孩身上的 你唯一心在这个女孩上的原因 就是两点 第一 这个女孩很自律 跟你所接触的那些女孩不太一样 第二 这个女孩很让你放心 第三 在你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 女孩的前提下 你是不会撒开她的 因为这个女孩的确是对你好 如果说爱的话 这个女孩一定是对你的爱 是大大过于你对她的爱 听明白了吗 知道为什么你每次那么生气了吗 你试出去找到那个点 但是你没有抓到 或者说你没有抓到她 真正把她逼到一个死角里去 你用的方式不对 为什么这些女孩一定是想不让她妥善的去 完全的去解释 比如说交友 你这干嘛删她呀 你告诉我 为什么要装那个 对 你直接告诉我 现在跟谁去聊 为什么 这不就很简单解决问题了吗 寻找一种正确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会让你很快的辨别一个人的真相 我觉得这个男孩不可靠 我建议你跟他分手 是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杜老师 他说你自律 同时也很自立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我以为在夸我 从某个角度上是在夸你 夸你像一盆仙人掌 就是不需要每天浇灌 他也能够自意生长 你是不需要人管的 你明白明白 间接的说就是 你作为一个女人 对于她来说是没有魅力 我从来没听说过 哪个男生在夸女生的时候 会用自律和自立 多半都会说 哇她好阳光啊 她好楚楚可怜啊 她好温柔 说的都是她的魅力 而她说你 像在说一个中性人 因为形容男生也可以这么形容 没有她你活不下去是吗 你刚才口口声声在说一句话 你说我很喜欢她 我相信很多女生也会像我一样喜欢她 你知道你这种话说出来以后 她内心是什么感受 如果是一个爱你的男人 听见你这么形容自己 她会非常感动 但如果对于一个不爱你的男人 你这么形容她 她只会有一种感受 就是我吃定你了 所以你想想看 你还有魅力 她说你自律 说你自立 但你恰恰缺少了一种自尊 你的冲动是很廉价的 你每一次 那火层起来的时候 她就会觉得 哇你看这个女生多在乎我 我吃定她了 这是第一种感受 然后当你每次火下去的时候 她又会想 你看这女生多好哄啊 你的火来得快去得快 结果就造成了 你每一次的冲动 每一次的在乎 都是廉价的 你好哄 你好骗 你好养 搁那儿就行了 所以你想想看 在一个男生心目当中 你是一个很好养 很好哄 很好骗的人 那你在他心目当中 还有多少价值 我跟你说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你心里有他 对不对 如果你心里在乎一个人的话 你就会在乎他的感受 对不对 你就不会去做他不喜欢做的事情 对不对 当你跟别的女生聊天的时候 你心里就会愧疚 对不对 你问他他有吗 你知道这个女生是这么技卦 你牵挂你的那个人 你为什么还会莫名其妙跟一个 不是很相识的女生去搬家 而不跟他打个电话呢 因为你心里面根本没有他 你不在乎他牵挂于你的牵挂 你知道吗 所以说坦诚的承认吧 你没有多喜欢他 大家伙说的真没错 就是有这么一个傻女人 又好痒又好骗 是吧 又好哄 搁在那 你想要的时候呢 可以要点关怀 你不想要之后就搁那 可不可以帮别人搬搬家 所以 你才今天跟他之前没有分手 明白吗 但是你你知不知道他内心有多痛苦 没有谁是喜欢自己发脾气的 就像他所说的 为什么每次我发脾气的时候 你不想想我为什么发脾气呢 你从来没有想过 你只是在想 这有什么 他即便是今天气得发高烧 我待会回去 我稍微一哄 他就好了 你信不信 你就是心里是这种感受 就是他那好糊弄 知道吗 所以你没有那么喜欢他 所以趁自己没有那么喜欢他 索性说个明明白白 马上说清楚 今天别出来 行吗 行 就这个 这个事件你记住 没有傻的你知道吗 之所以我傻 是因为我还愿意你骗我 其实我真的不傻 所以你扪心自问 你真的没事吗 好了 一起进入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的黄金自由食堂 咱们俩在一起两年多了 我真的不用 FUN的 我真的帮你 你知道现在我需要 太厉害了 胜术 我会不会有想像 那棒 你真是 黑烈 先进入港容蒸蛋糕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我和他就往一年半了 我觉得他有一个特别大的毛病 他听不得别人说他不好 我只要一说他不好 他就要跟我去分手 你别说了 我不想听你解释 还是分手吧 平时我总跟我男朋友说分手 其实是想让他哄哄我 不要总是那么说我 没想到他这一次真的分手了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了 你还是像过去一样 这就叫玩火自焚是吧 好了 掌声请出这一对吧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战二十二岁 来自山东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小战 有请 女嘉宾小丽二十一岁 同样来自山东是一名学生 有请小丽 有请 欢迎两位 他要跟你分手了是吧 对 人家对你那么好你不知道 小片算是自己的一个表白是吧 不想分对吗 对 不想分 坚决要分是吗 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跟他分手 为啥呀 我觉得他真的是跟我之前认识的不一样了 就是我俩在一块一年多了嘛 然后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就是看着他那个 他脾气好 然后性格会不会开朗 所以说我跟他在一起了 但是到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的 你发现什么了 他这个脾气啊 是那种说不得的 只要因为一点小事 我们俩只要吵架了 我只要稍微说他两句 他就有给我听分手 嗯 到现在我实在是实在是忍不了了 其实我觉得我没有说那么多次分手 可能有时候就性子稍微急一点吧 直接把话给说出来了 但是我有可能他理解成了是分手 我觉得我们没有走到分手那种地步 所以今天我要晚安不一 你们这次闹得这么大是因为什么事啊 就是最近有一次兼职的是 谁兼职 我们俩都兼职 因为我们俩平常就是客比较少 然后他非要让我送他回去 那天晚上我都跟你说了嘛 我那天晚上下班已经很晚了 你自己一个人 你打个车回去学校就可以了 不用非让我送你 你怎么就这么不懂事呢你说 我怎么着不懂事了 那一天明明就已经很晚了 而且我们学校外边差不多得八九点了 晚上八点或九点 好 我觉得很晚了呀 我就是想让他送我回去 以前你都是送我回去的 怎么今天就不能送了呢 那我不都跟你说了吗 我那天晚上实在是很累了已经 我下班就很晚了 你就不能理解理解我吗 你什么事都往你自己身上考虑 你就那么放心我自己一个人回去吗 万一出什么事呢 就因为这个 这次是吧 对 那如果 我推测应该前面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事件 对吗 还因为什么事情闹过分手吧 之前有一次他跟我说 闺蜜过生日 我跟你说了吧 不要去了 因为他那天吧 他闺蜜过生日订了一个通宵的那种KTV 就是唱通宵 那我跟你说 你一个小姑娘家的 大晚上一个人在外面 那么多人 那我肯定不放心啊 我就不让你去 你在电话那头是不是答应头好的 对 你最后还是去了 你最后还是去了 但是你为什么还是去了 那天我闺蜜 她过生日嘛 而且我们俩关系那么好 那别的人都去 一开始我是想不去的 没有骗你 我就是想不去 但是后来叫了我那么多次 我感觉盛情难去嘛 你怎么没陪她一起去 她不让我去 为什么呢 人家只叫我自己啊 但是你有男朋友 为什么不能带呢 那人家只叫请了我 对啊 对啊 你是闺蜜的话 我有男朋友了 应该分享我的快乐呀 但是我觉得有很多那种 比如说同学聚会什么 那都 人家都是自己去的 干嘛要带上家属呢 既然是家属了 为什么不能带呢 好奇怪嘛 对啊主持人 她那天是以为 有很多男的在那里 我怀疑她在那 应该是跟那些男的玩的太黑心了 你看到没 你自己都说是怀疑 肯定不是真的 不不不 跟真不真没关系 就是不能这么说人家 知道吗 不好 不说这事了 这个事完了之后 是谁提出分手 她提出分手的 我没有说是要分手 她理解成是要分手 什么意思 因为就是后来我回去之后 我就是给她打电话 和她说嘛 本来是想解释一下的 然后后来上来 她就开始一直叨叨我 就叨叨个没完 然后我感觉要吵架了 我就挂了 然后她就觉得我要分手 后来怎么又好了呢 后来我肯定就是去哄她呀 等于你低头认错了 我低头了 还为什么发过 但是我觉得 她根本就不像以前一样 在乎我什么的 就很有意思 就是去她父母家的时候 她父母就 你都去她父母家了 对 怎么了呢 我就去了之后嘛 然后我就听见 她跟她父母在里边说我 然后就 反正就说的挺难听的 然后我就走了 说什么呀 就是说化妆太浓了 然后就是反正就 不太好去 不是那次见父母的事 是你跟我上去之后 然后我妈在床里 她悄悄地跟我说的 她也没当你面说 就说你现在是一个学生 你化这么浓妆 对你现在皮肤也不好 外面大人嘛 然后看起来 也就觉得你就是 挺那个的 我平时化的 一脚都不浓 就是觉得去见你父母 今天这个算浓妆还是 今天这个淡的 这还是淡的 我觉得没有今天 行吧 然后呢 你听到 然后呢 然后我就走了 她孩子还喜欢听墙歌 你就走了 你是就走了吗 对啊 你直接在饭妆上 把筷子碗一摔 然后直接就走了 那天化妆任何人 都做不下去吧 都说那么难受到我 不是 没说什么呀 就是小姑娘 你化妆化得太浓了 怎么了 我觉得很难听啊 这就难听了 我真觉得23岁的小姑娘 化成你这样 我真的我也接受不了 但是我老了啊 你看吧 年轻人那么好的皮肤 干嘛化妆啊 本来我是好意呀 我觉得我去见你父母 就应该把妈打妈 然后留下一个什么好印象 我怎么知道 你父母会这样说呢 那你也不应该摔完就走啊 不是摔完 反正就是 你就走了呗 对 你脾气是真不小 后来怎么着了 后来呢 我妈一看弄成这样 她就为我着想嘛 就让我替她 然后跟她道歉 啊 就还是为了我着想 不想因为她说的什么 然后让我们俩弄矛盾 之后等于又好了是吧 之后我就去哄她 她不但不接受我妈这个道歉 而且还那个 直接就跟我吵架 然后就跟我说分手 那你妈当时问你的时候 你怎么不给我解释一下呢 啥解释 你就说其实就是 就是为了来见你们 然后留下个好印象什么的 平时没有化这么浓的妆呀 以前从不化妆 没有可是从不化妆 今天为了见你们特别化了个妆 是吧 你觉得我妈会心吗 然后等于她还反而跟你要提分手 对啊 她因为这个事跟我提分手 我就特别不能理解 你不能理解你就走呗 你怎么又好了呢 我就是还是得哄她呗 这都算大事 你们小事会说分手吗 小事也是因为她 就是把小事变成大事了 你给我说一件 小事分手的事我听听 有吗 我觉得我挺好的 你觉得你挺好的 对啊 我怎么着了呀 就是我觉得 没什么就是 总是感觉 就是她以前不这样的 行吧 那你给我分析分析 她现在为什么这样 因为她前女友 她前女友回国了 然后他们就开始一直私底下聊天什么微信什么的 然后还偷偷背着我见面还不告诉我 我前女友回国我是跟你说了吧 对啊 你是跟我说你前女友回国了 但是你也没有跟我说你们聊天什么的呀 她就是想问一下当年的那些朋友现在过得怎么样 然后我当时就是跟她一块出去吃个饭 也没干什么呀 哪有你们平时就聊天记录什么的 我看挺多的嘛 要不是我发现了 我估计你也不会再告诉我是不是 我聊天记录什么的 我不都给你看了吗 而且我当你的面都删了 对啊 她是删了 但是还有打电话什么的私底下 所以你怀疑她想旧情复燃是吧 对啊 那你就走呗 她都跟她前女友好了 不行啊 她以前不这样 我觉得她还挺好的样子 其实这脾气呢 我听了你们俩就属于常态 因为在家里都跟父母摔了筷子了 你还能够接受她 再复合 吵吵闹闹的 怎么这次就过不去了呢 到底是因为什么 是不是像她说的真是跟前女友怎么样了 或者别的原因 我跟我前女友是真没什么 是 但是她就是一次一次这样跟我提分数 她实际上弄我现在心里觉得就是 她太不拿我们俩的感情当回事了 还有别的原因吗 别的原因就是 你把你心里话说出来 今天反正来这儿了 你们就敞开了说对吧 其实我主要还是因为 她跟那些异性之间那个频繁的联系 什么意思 就是她那个放假的时候 她每次都跟我说 她在家追剧 然后我一看一天 我当时就是想问问她 我就想知道她在家里过得怎么样 然后她就不回我消息 我给她打电话她也不接 但是我发现 你不跟我说啊 你反倒跟那些疫情聊天聊得非常多 你是怎么发现的 就有一次我 我们俩一块出去吃饭的时候 然后她手机放包里发 然后我看我就 我就想知道她放假的时候 她跟我说她追剧 她到底在干什么 然后我就发现了 就那个时间点 就是她跟很多异性的聊天 聊天记录 谁没有几个异性的朋友啊 你跟人说的是追剧 对不对 你没跟她聊天 对不对 可是你跟你那些异性朋友聊天 你觉得这还正常 但是人家 这就相当于说 你跟你男朋友无话可说 你跟曲伟他们有很多话说 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不就是意思吗 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在看电视剧的同事 如果他们给我发消息 我得回啊 要不然我总不能一天 平白无故就不给人回消息什么的 那你在看剧啊 为什么要给他们回呢 你男朋友都可以不回 为什么要给外人回呢 我看电视剧之前有跟他说 我看完电视剧还是跟他说 我觉得 这我没有做的不对啊 你是看电视之前跟我说 看电视之后跟我说 可是你一天就跟我说 这两条消息啊 第一条是我要追剧了 第二条是我追完了 是不是 你还说吗 是还是不是 是 那你跟那些同学聊什么呢 没有我们就是很平常地聊 对啊 那你应该不聊 同学发一条消息 你说我在追剧 别打扰我 这很正常嘛 聊啥呀 比如说人家问在干什么 看电视剧 然后人家说是 有什么事了 然后我就给回回嘛 也没有你说那么夸张吧 可是不是 不是光问你在干什么 人家是从早上跟你发早安 你给人回一个 走 然后到吃饭了嘛 你说吃了 然后说咱们出去玩吧 上哪哪哪比较好玩 然后你说什么改天吧 什么等我有时间什么的 对我觉得这都很正常吧 这个像你早请安晚请安的男生多吗 不说 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好吗 就我们班里那几个 而且你都见过也没什么呀 你这个你明确地告诉我 这些男生喜欢你吗 我觉得没那个意思 他们可真闲的话 对啊我跟你说 我看就特别烦 那是就是要求你当往面 然后把那几个跟你聊得比较频繁的 那几个让你给删了 你不删不说 你还跟我吵架 但是我平白无故把人家删了 这不太正常吧 我也没有要求你把你手机里的女性朋友 什么都给删了呀 我手机里的异性朋友也没给我发早安晚 而且为什么不正常 你跟他们说 你说我男朋友看你们俩在那聊天 聊这么 聊聊得那么开心 我男朋友不高兴了 然后我就把你删了 你跟他说又是了 我怎么能这样说呢 人家都是我们班里的同学 又不是说是有什么暧昧的关系什么的 我真要把人家伤得 你这太无理取闹了吧 两个年轻人你看啊 这恋爱谈的 打打闹闹的 从打闹其实已经开始上升了 上升到彼此对对方的不信任 好吧 老师们看看怎么办吧 来我们一起进入旧比特问卷 我想先跟女孩说一句话 我们也在大学谈过恋爱 在大学里边谈恋爱 如果这个男朋友是我特别喜欢的 我会想方设法把他带在身边 因为所有谈恋爱的女生 都希望让所有周围的人知道 自己的男朋友是多么的好 多么的优秀 对自己是如何的言听计从 特别是你 你对他来讲 他的最大的作用在于 能做到言听计从是最佳人选 所以更应该把他带在身边 让你所有的闺蜜知道 然后让其他男生看到 但是你没有那么做 我只能在猜测你内心当中 其实对他的认可度 并没有那么高 所以才会出现 你去参加KTV 然后没有带他去 也更加才会出现 你跟你同班男生聊天 然后把他晾在一边 大学谈恋爱到底为了什么 我在想有很多大学生 可能谈恋爱的目的 仅仅是为了 让有一个人陪自己 让自己孤单寂寞的大学日子 然后能够好像显得有一些风采 如果是这些原因的话 我还不如建议你大学不要谈恋爱 因为对你来讲 更重要的工作 是未来你想要的生活 同样回到男孩身上来讲 你们两个一直在彼此泼张嘴 女朋友跟外面男人有暧昧关系 然后他说你跟其他女生有暧昧关系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何必还要在一起 我永远想不明白 就是都已经认为 对方是那么的不堪 对方对自己没有那么的专一 那大学的恋爱谈什么 大学应该是非常单纯的地方 那你们大学还要彼此这么不专一 那何必谈一场大学的恋爱呢 所以我劝男生的话 如果你认为 你们两个彼此不能走在一起 就不要再去谈恋爱 不要再说 我希望他能够变成我想要的 他就是他 他变不成你想要的 同样对女孩来讲也是一样的 他就是他 他不是来帮你打伞的人 也不是一定要帮你做护卫 所以独立和自主 可能对你来讲更重要一些 我觉得女孩太过于任性了 每一次 但凡男朋友做得不如你的意的时候 你就会说分手 从你的这句分手这两个字 说出来之后 你让对方怎么想 怎么想你 怎么看待你们之间的爱情 如果始终拿分手 作为一种发泄的方式的话 那你太不尊重这个爱情 你也不够珍惜对方 不管你有没有真心 说我就是要分手 其实不至于 但慢慢他 当他变成一个口头语的时候 可能分手就会成为事实 你看今天就是一个反转 当对方真正忍无可忍 要分手的时候 你又软了 还有任性反映在 你跟你的男同学 你敢说他们其中几个人当中 没有一两个对你有意思 可能真是没有实质的问题 但是你是没有尺度的 如果说你真正是一个成熟的 不任性的女孩 你应该会把这种距离 给他缩短 反而这些这种回答就不要 不要回答 或者回答说我在忙 久而久之对方也就退了 我有男朋友等等等等 对吧 所以说不要认着自己小性子 真的有可能这段恋情 会被你的任性毁掉的 男生 你上台说 其实你原先是以为 她是一个温柔的女孩 而且你也喜欢温柔的女孩 对不对 对 前女友温柔吗 前女友比她温柔 而且现在表现的 会不会更为温柔 她知道你现在谈恋爱了吗 她肯定知道 你跟她倾诉过 你现在这个女朋友的暴躁脾气吗 我没说 那你跟前女友谈什么呀 就是谈一下 就是 谈过你们俩之间的事吗 谈过 说的什么 我都是在夸我女朋友 前女朋友的反应是什么 就祝福我们俩 然后呢 然后我就很羡慕 她现在也有男朋友 她男朋友就是有点 就是谋闹有点多 所以其实潜意识里 为什么你的这个 暴躁的女朋友 会突然发现你现在变了呢 你嘴上没说 也许你没有跟前女友说什么 但是其实你 你的心态 你的行为已经发生了变化 以前你可能就是哄嘛 每次不都是你 你来吗 对不对 为什么现在不能忍了呢 为什么是跟前女友接触之后 又不能忍了呢 并且现在前女友的 恋情好像不太愉快 对不对 这种潜意默化 其实你是骗不了别人的 你现在心里头是有所动作了 既没既成 现实我不知道 但是很危险 所以今天你到底是来说 我们要分手的 还是说希望对方能改 对方可能意识到这个危机了 如果真是你觉得你们之间 还有感情可以发展的话 我劝你 跟前女友断了 因为他至少他 在他来说 他的目的不纯 他在和你说 他自己现在过得不是很好 很羡慕你 现在所谓的好 其实你也知道 你也不好 两个命苦之人在一起 能聊些什么呢 好吗 好 做决定吧一会儿 好 就这样 你觉得你化淡妆好看 还是化浓妆好看 我觉得我平时 没有化这么浓的妆 这是算浓的还是算淡的 浓吧 这还算浓的 对啊 就稍微 我问问你男朋友 他这算浓的还是算淡的 淡的 那你化妆是为了什么 应该 应该都是为了好看吧 我觉得 都是为了好看 你刚开始说了 你说女人化妆 是为了尊重对方是吗 嗯 是你说的吗 对啊 那你那么尊重地 去了他家 为什么最后 不尊重地走了呢 因为我觉得 当时那种场合 不太适合待在那里 那你可以说声 谢谢再见吧 你为什么摔了筷子就走了 所以说女人其实 尊不尊重别人 并不在于她化不化妆 而在于她真正内心 有没有修养 通常女人化浓妆 有五种心理 第一种心理 就是上了年纪的女人 要寻找某种心理的遗憾 来弥补自己 因为年纪大 这种心理不是你所有的 但下面四种心理 每一种你都有 你听起来 你听一下看是不是啊 第一 内心空虚 没事干 无聊 也不好好学习 你是不是生活当中 挺无聊的 没有啊 我也有坚持啊 而且我每天都 她平时化妆多长时间 平时快的话 就是三十半小时 那慢的话呢 慢的话就得四十分钟到一小时了 也挺无聊的 你看这 无聊的人怎么会花这么多时间 一个学生化那么浓的妆呢 对吧 第二 不自信 你对自己的容貌打多少分 你是不是现在不化妆不敢出门 没有啊 那你为什么成平要化妆呢 因为我觉得 她有不化妆出门的时候吗 多吗 有 但是不多 不多 你看不化妆不太敢见人 不自信 对吧 这是第二种心理 还有第三种心理 就是跟风 攀比 就刚才你自己所说的 去一个KTV 别人都化了 我怎么能不化呢 最重要的是第五种心理 女人化浓妆 很大一部分 是为了吸引 别的异性的注意 我相信你跟那些男生 去KTV的时候 出去玩耍的时候 没有一次不化浓妆 对吧 是吗 所以说这五种心理 除了有一种 上了年纪的女人的心理 你没有之外 另外四种你都有 所以说你 一个男人面对于一个不自信 内心空虚喜欢攀比 而且还喜欢吸引 别的男人注意的女人 你说这个女人 有多有吸引力 都说女为越极者容 她都不喜欢你化浓妆 你说你化给谁看 就化给别人看吗 我觉得我 但是你也有一个优点 就是你很简单 当然也没有心机 而相对于这方面来说 你就比她好一些 你刚才肆无忌惮地 在她面前说 如此相形对比之下 前女友比她要温柔 这也就 她这么个简单的女人 在这受着 一般的女人早发飙了 你居然当着我的面说 前女友比我要温柔 而且你跟你的前女友 一定也 说了挺多内心的不开心 因为你想 前女友之所以 愿跟你说不开心 一定是你用不开心 去交换的 一个女人跟你分了手 再跟你相见 再跟你聊天 不管是为了顾及面子 还是自尊 是万万不会跟你说 我现在跟现在的男朋友 不开心的 只有你说了 对于现在的感情 有诸多的不满意 她才会把自己的不开心 掏出来跟你交换 所以呢 这个女人 有我刚才所说的 诸多的缺点 但是也有一个 也算是优点 就是简单 但是你呢 相对于来说 要复杂一些 至于你们俩之间 我认为如果你觉得 这么一个枯燥的女人 不是你合适的对象的话 你就应该离开 否则的话 继续这样时间 坚持下去的话 你们俩人都会不开心 另外还有一点 前女友再怎么不舒服 不开心 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 不要去充当 类似于我这样 爱情导师的角色 我在生活当中 从来不干这个 我们只是上节目 而且我始终说 作为一个情感嘉宾 我们没有技巧 去帮助你们追求幸福 我们只是通过 自己的一些经验和观察 帮你们规避不幸 不要在生活当中 做别人的邻家大哥 好吧 就这样 不要将就 年轻人 爱就是爱 不爱就是不爱 快刀转了麻 别 为什么一定要在一起啊 哎呀 他对我偶尔也挺好的 哎呀可不能分开 分开可丢人了呢 好歹我还有个男朋友 总比没男朋友好吧 都不要 你啊 前女友 真的还是别见了 好吧 好了就断了 就干干净净的 好了 一起进入 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的 黄金六十秒 其实我觉得嘛 我们在一起 不是说是 总是一些 不快乐的事情 就是 也有很多 很好的事情呢 就 而且有时候 可能我生气说话 比较直了 但是我并没有说 是真的要跟你说分手 我也没有觉得 我有说那么多次分手 嗯 也可能你也觉得 我要 就是要跟你分了 怎么怎么着的 嗯 但是我觉得 我们没有走到 分手那种地步 嗯 刚开始在一块的时候 你一直都在包容我 为什么现在 就不能包容我了呢 如果你今天 一定要跟我分手的话 那我就不知道 应该怎么着好了 我之前 每一次 你跟我生气 我都去哄你 这样的次数多了之后 我现在心里已经 有点接受不大了了 因为你每一次 每一次说分手 对我内心都造成伤害 所以说我现在很纠结 时间到了 来 两位请回 来 请关门 都好了 为啥还能不开心呢 不开心为啥还要出来呢 我还是 我还是觉得 他会改的 他又改不了呢 我会 我会努力地让他改 哦 哦 好吧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吧 来 有请 好玩吗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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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笑了啊 从这边走啊 好了 下面我们当然要 不要跟我分手了 好吗 好吧 不要随便跟我分手了 好不好 请亮灯啊 你们俩是多不愿意抱在一起啊 认真的去爱 好吗 开开心心地生活 好好地学习 是吧 来 这个送给你们 谢谢 打算把这个送给谁啊 送给阿姨吧 你回家去看看吧 走吧两个人 祝你们幸福 回吧 最后发现了吧 男生不是来分手的 男生是借机要修理一下女生 你何必绕这么大的圈子呢 好吧 好吧 祝他们幸福吧 接下来一起进入到 伊贝斯爱情保鲜记 来自外市的爱情保卫站 专区的网友提问说 和男朋友在一起五个月 双方父母见面的时候都很好 等到说买房子的时候 男朋友竟然说 他父母离异了 家里没有钱买房子 我父母听到这个消息 坚决反对我们在一起 分手 我舍不得他 不分手 家里 你应该去考核一下 他那个跟你父母见面的 那一对男女 是不是也是临时演员 我们的节目是由 保时护风力尖品牌 伊贝斯冠名播出的 要保时伊贝斯 伊贝斯谈润保时水 本栏目由 港中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特约播出 本节目由 海伦凯乐 林霆专属太阳镜 大力支持 本栏目由 只做好中药 健康天下人 预知灵特约赞助播出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